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6月25号开始一直到7月1号举行宪法修正案的公投 公投是民主制度下全民参与的集体决策 级别最高效率也最大 一旦出结果了那就打死也不改了 比如英国脱欧公投 再多的人后悔也得喊着泪按结果执行 公投是苏联集体以后俄罗斯从西方抄过来的 以前斯拉夫人不玩大规模的公投 7月1号这一天 俄罗斯总统普京出现在俄罗斯科学院第2151号投票站 他没有戴口罩 所以辨识度非常高 在保镖和御用摄影师们的见证之下 普京向工作人员递上他的证件 当工作人员验名正身 认为他是有投票权的俄罗斯公民之后 发了他一张空白的选票 普京找了一个角落填好了票 慢慢的送进了投票箱 脸上闪烁着志在必得的自信光芒 普京投下的一定是赞同票 半年前他深度参与了这次宪法修正案的修改 很多关键的改动点都是他铁了心要通过的东西 他自己当然也要为此做一点供下了 比起修正案里领土完整 议会权利 双重国籍这些毫无争议的内容 最引人关注的或许是总统的任期问题 走完公投的最后一步 普京就打破了连任次数的魔咒 可以继续做总统了 因为新冠肺炎的搅合 这次公投从4月22号被推迟到6月25号 而且可以从6月25号一直投到7月1号 如果只给一天的时间 有人可能抽不出时间去参与 但是给你一周的时间 不参与就说不过去了 这样公投结果就不至于 因为投票总数不足而无效 所谓获惜福所以 疫情意外 给这次公投帮了大忙 这个结果已经出来了 将近78%的俄罗斯人 投下了赞同票 这就意味着普京未来16年都不会失业了 可能有顽皮的同学会好奇 16年以后就不考虑了吗 16年以后普京都85岁高龄了 有没有工作还重要吗 普京早在1999年的年底就做了俄罗斯总统 现在2020年了 他还是俄罗斯总统 对于我们的90后同学而言 感觉在他们的人生的整个阶段里 俄罗斯总统一直都是普京 请不要为此感到困惑 这次宪法修正案通过之后 可能接下去的16年还是普京 到时候第一批90后都奔着50去 普京最近一次连任是2018年 以俄罗斯现在六年一届和不能连任两届的规矩 普京在2024年就应该彻底退出 那时候他都72岁了 而且还有终身或免权来护体 完全可以在黑海岸边的某个别墅里 喂马劈柴外出打猎 但是这个让普通人羡慕的晚年 不是他想要的 也不是俄罗斯人希望的 今年的1月15号 普京提交了宪法修正草案 当时他没有提到修改总统任期的事 但是修正案在议会审议的时候 一名女议员擅作主张提交了一项建议 说可以将普京之前的任期次数给清零 这样2024年结束之后 他就能以一个政治素人的身份 再次参加总统选举了 普京义正言辞的表示 总统任期和连任限制不能动啊 但是清零自己以前任期这个事 可以交给议会和人民决定 如果大家不反对 那他也只能勉为其难的接受结果 修正案通过了专家委员会的层层审议 通过了下议院杜马的表决 通过了上议院联邦委员会的表决 通过了全俄罗斯85个地方议会的表决 现在又被俄罗斯人三分之二多数投票通过 看来俄罗斯人很支持这件事 作为成年人 大家不要简单的把普京连任 看成是坏事或者好事 他不停的做总统 听着确实不好 但是对于俄罗斯这个国家 那就不一定是坏事了 虽然俄罗斯用总统联邦制 俄罗斯人的也像美国人那样 隔几年就选一次总统 但是俄罗斯没有两节任期一到 终生不再录用的传统 同样的游戏在不同的国家 就能玩出不同的花样来 这个就叫做俄罗斯特色的总统制 美国的民主讲究全民参与和总统频繁更替 如果把美国的玩法作为民主的标本 那么俄罗斯的民主就只有美国的一半 因为全民确实可以参与 但是总统的更换频率很低 而且换的时候 也是在一个固定的小圈子里边挑人换 不可能突然来了个糖果厂的老板 或者电视剧的演员 进入克里姆林宫发好施令 在普京第一次做总统的1999年 俄罗斯已经诞生了七年时间 那七年总统是普京的领路人叶利钦在做 这个人差点让俄罗斯再次分裂 叶利钦当时想走美国或者欧洲的路 用政治的自由化和经济的自由化 实现彻底的民主自由 但是这条路被证明是走不通的 至少在当时走不通 因为多年下来留下了惯性 用七年时间根本就扭转不过来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惯性呢 苏联于1917年10月革命之后挂牌成立 一直经营到1991年的圣诞节摘牌清算 总共跨过了74年时间 这74年时间的经济模式和官僚体系 以及警察系统让人很窒息 俄罗斯人只能被动的参与政治 更加直白点说是被领导和被统治的 这就让俄罗斯人至今依然喜欢被动 而不是主动 十月革命爆发之前 将近200年时间里管理俄罗斯那片土地的是沙皇 沙皇玩的是封建君主制 自从彼得大帝创业之后 皇帝的位置就一代一代在彼得一世 他们家人之间传递 斯拉夫人只能拟来顺受的接受着一切 参与政治的情况比苏联时代更被动 苏联时代算是把惯性减弱了一些 但是没有根除 要是再往前追溯到莫斯科公国时期 那是一段400多年的君主专制历史 斯拉夫人对政治的被动又不如沙皇时期 这前前后后加起来多 这前前后后加起来是700多年 这么多年斯拉夫人一直是被人统治的 所以700年后 叶利欣将国有资产评分给国民 用选票来决定执政阶层 从被动一步跨到主动 大家都表示不习惯不喜欢不适应 结果就乱套了 1999年普京刚做总统的时候 是最赚钱的行业 被几大寡头把持着 通讯和媒体也都是民营企业 政府不但收不到钱 还没有话语权 寡头们可以自己做议员和州长 何其火然能提前决定下一届总统的人选 军队从上到下腐败的下人 一个小小的车臣都搞不定 俄罗斯站在二次解体的十字路口 普京的改革方向是把俄罗斯重新苏联化 他通过软硬监视的办法 将能源领域的龙头企业归收国有 把重要的传媒机构叶变成国有企业 并将这些企业的负责人 换成了他从彼得堡带过去的老乡和同学 同时让这些人大量进入克里姆林宫 以及派到各州当州长 最终让各自为政的联邦制变得高度可控 那些已经发给民众的选票是收不回来了 但是普京可以在候选上花心思 俄罗斯人应该早就发现了一个神奇的规律 总统候选人一直都是强弱搭配 一个非常有知名度的和一堆从没见过的酱油党一起争 而且媒体之间还不断的夸那个有知名度的 最后的结果从不出意外 如果有人想挑战那个有知名度的候选人 他一定会在大选开始前出个意外 严重程度看他个人的威胁程度 这玩了几年之后 俄罗斯果然就稳定多了 顺着油价的上涨 国库的存款也多了 养老金和各种补贴也都慢慢上去了 武器逐渐更新迭代 国家二次分裂的风险被排除 当时差点独立的车臣 也每年派人到莫斯科汇报工作 场面是相当的融洽 在外交上 普京专注于打造硬汉人设 面对美国欧盟海湾的油饭的这些人的时候 普京的语气和表情都非常严厉 对于周边的那些居心叵测的小国家们 普京的耐心就差了很多 能动手绝对不动口 他这种强势外交 非常符合俄罗斯人的胃口 因为在沙皇时代或者苏联时代 斯拉夫人严厉的领导者就是这副样子 普京内政外交的精髓 其实是走了复古路线 让俄罗斯人觉得那个熟悉的大国味道又回来了 普京因此慢慢变成了俄罗斯人心中的新一代沙皇 支持率可老高了 既然是沙皇 那么时间越长就越合适 俄罗斯人对普京的欢迎变成了对他的信任和期待 因为俄罗斯人在历史上是一个一流大国 现在却沦落到了三流国家的边缘 他们很想回到曾经那个强盛的状态 而这个理想 普京是目前最有希望帮他们实现的 如果能够理解俄罗斯人血液里的大国 沙皇主义傲慢就能理解俄罗斯人心里的失落和想要翻身的欲望 也就能理解普京的一次次连任了 在一个靠谱的可以无缝对接的接班人架着七彩祥云降临之前 让普京一直做总统 风险最小 希望最大 况且现有的行政系统都是他自己长出来的 也是为他自己量身定制的 别人不一定玩得拽 二战以后的国际体系是雅尔塔体系 这个体系以美苏联国领导世界为核心 这个体系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发生了改变 从此美国变成超级大国 推行全球霸权 其他国家表示望尘莫及 30年过去了 大家追美国追的有点望其向背的意思 国际体系成为了一超多强 美国人也越来越慌 觉得威胁自己的人此起彼伏 当急性子的特朗普上台之后 开始有针对性的反击和迫害 在这样的国际环境里 俄罗斯要承担西方的制裁 要给欧洲卖油卖气 要应对北约的东控 要尽其所能在第一梯队里针鞭石壁 还要小心呵护大国梦想的成长 这种时候 俄罗斯人只会进一步求稳 人就不能随便换了 换了不一定好 不换还能保住现在的样子 好了 咱们今天就说这么多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 有什么意见 还钱 以后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您可以关注公众号 局势很简单 发表评论和意见 另外 我们立场节目 局势军的政治课国际篇 在公众号和蜻蜓 都有专栏 您可以了解详情 选择购买 感谢您的收听与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